七 不 八 我给它八 广队也特别好 他们有突出一个英雄 有的地方有点刻意煽情 这有点比较适合的回答 其实我还以为电影完整了 好的 是的 没错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部 在微博和朋友圈都被吹爆了的《流浪地球》 是被朋友安利过来的 没错 但是来这里就发现订票真的很难 这是唯一一次在春节当订票这么难的电影 这部电影因为可能是科幻电影的题材吧 所以也是吸引了部分老外过来 也能看到满场爆满全是中国人 零星有那么几个老外了 但是我只希望说通过看这部电影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采访 看看在国外看到中国题材的电影的留学生们 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买票难吗 难 下周四的票都被订完了 太难订了 你们也是刚看完吗 对 是朋友圈里来的 这两天刷爆朋友圈吗 我知道这部电影是因为有个Google的电影 因为我有个Google的电影 其实我在今年 就是他刚说刚订党的时候 就已经听说过这一个电影了 对 我看过很多 你说吧 对 我看过很多 然后那个刘慈欣的小说我全部都看过了 对啊 我安利了 我安利了好多人 他们都买不到他票 对啊 对啊 肯定了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看 不管是不是有没有看过刘慈欣的小说 我觉得都可以来看一下这部电影 刘慈欣的这个特点就是想象非常宏大 所以可以让大家对星空更加敬畏吧 其实我不怎么看 也没有看过刘慈欣的作品 然后作为小白的话 我觉得首先这部电影作为国产国版电影 从那个画面来说我已经很满意了 绝对是打满分 他们都说是科幻里程碑的作品 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的 就是高分完成吧 然后从作品的深度来说 因为它是改编于小说嘛 我没有看过刘慈欣的小说 但我只要听过他的名字 我觉得有细节有深度 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然后广度也特别好 他没有突出一个英雄 而是说全人类共同努力 去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吧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挺好的 就是比我预期的好不少吧 就是因为我是初中时候看了这个小说 然后当时看小说想的这个行星法龙家 这些和电影里表现的 我觉得就是我当时想象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做得特别真实 因为我不是科幻迷 但是我以前看的是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 像是他说那个MOS叛逃的片段 还有致敬的部分 它真的是特效做出了大片该有的效果 也让我对之后的这个中国的科幻 还有中国的这些特效有了期待 它其中那个原著其中一个片段 正好融入了中国年的这样一个元素嘛 让我们就是在海外过节的游子们 会更感触一些 电影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们去给转向发动机点火那一幕 男主说点燃木星那一段嘛 特别软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我觉得最深刻肯定就是最后无尽去送死那个画面吧 就很无畏 这最有趣的部分 我喜欢了一个维持续的主题 当父亲说了孙子的水晶和321 我喜欢了一个变迹 当他记得到水晶 然后他会看到他能够灯到宇宿的宇宿 还有就是最后那个撞击的那一幕 撞击那一幕 其实我看的是那个 来自于全品代祖塞那部小说的 就是嫁接过来的嘛 但是还是挺用心的这方面 十分啊必须十分啊 肯定满分吗 满分 9点5分吧 7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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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实不容易 简单的讲天气变冷了 我们的钱都允许做特效 我们后期的工作人员 到现在还没有秋苦穿 工作人员们辛苦了 对于这样的成片 我们在高兴激动的同时 也可以来听一听 那些不一样的声音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 我刚刚我自己想放 你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片子不好的点在买 有的地方有点刻意煽情 就像是最后 他和那个联合国 联合国空间站 在那个交涉的时候 他说今天是中国新年 什么什么的 然后希望就是 大家都可以团圆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你不说 新年这个梗的话 好像也没有多大问题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因为我觉得 这个新年的梗 把它的模式固定 对对对 不说新年的梗 它是一个什么时候上映 都可以的片 就好像虽然 它是新年第一天 大年出去上映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 其实已经是 过了好几天 已经初五初六了 其实你加不加这个梗 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 并不影响 但是他硬要说的话 就有一些 像在今天看来的话 就有点觉得舒适 这个地方是有点 画蛇天足 最后那个 《无精牺牲》的时候 那一幕还是觉得 特别特别感动 虽然有点 虽然剧情有点俗套 这个必须要承认 不能说剧情吧 可能是表演的 比较俗套 然后设计的比较俗套 但是还是会 比较抓住人心 尤其是在前面 种种对于 团圆的铺垫之后 我觉得 是情绪表达 非常到位的 我看旁边 很多观众都哭了 对对对 我自己也是 忍不住煽然了一下 尽管纽约时报 和国外多家电影评论网站 也对这部电影的评价颇高 甚至将中国 在太空领域的突破 与电影联系起来 许多外国人 也许不理解 中国人的情怀 民族自豪感 以及电影行业 压抑了很久的氛围 他们的看法 可能会相对冷静 客观一些 很多时候我觉得 大家看过 很多好莱坞的大片之后 对于电影的 这一个启评线 就比较高了 所以对于中国电影 还是要求挺严格的 我觉得它还是 有进步的空间 但中国电影想要进步 当然不能只拍 给中国人看 需要且必要 照顾到更多观众的观影体验 尤其是在这样 宏大的宇宙观背景下 它或许有缺憾 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竟然百分百完美 但在流浪地球的电影里 我们看到了 中国电影人们的 敬业和努力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 是我们看不见的 日夜付出 和一次次精益求精的完善 我们不缺乏想象 璀璨的星空 无垠的宇宙 我们一直都期待 自己的科幻电影 这一次 我们又迈出了一小部 就像三十年前 我迈入科幻的第一部 从未想象 三十年后 我的科幻会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 已被忘却 流浪的航程 太长太长 但那一刻 要叫我一声啊 我就问一句 三体啥时候出啊 好吧 这一期的节目 就先说到这里吧 欢迎关注 刘学的真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刘学的真相 出国必看 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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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